一战后,阴剑平一行,本欲离开山谷,不料却被一片大雾困于其间 咱们好像越偏越远了,原本要照来时的路回凌全峰的,但瞧此处的景色,倒像到了山腹之中 嗯,到处有兵器惊奇横陈,看来倒像个古战场 太行山自古极为南克的天险,像是此地有隐秘小道和川山 当时有兵士想由这偷袭敌阵,却被料得此事的敌军截到,才会有这些征战的痕迹 那么说来,这里确实有路可以下山了 哼哼哼,你所料故事不差,不过你们今日是很难生离此地了 这不男不女的妖怪是谁啊 我不和你这粗人计较,你们听好了 本座乃是十方鬼众,外号明皇的丹音 我听过你的名头,听说你善于操尸之术 因为钻研施魔邪法,害死太多无辜百姓 在二十年前被三大派围剿后下落不明 哼,没想到昔日大名鼎鼎的明皇,今日会甘愿宫人差遣 这倒是令人意想不到啊 没想到区区小姑娘居然知道本座名号 看在这个份上,待会儿就留你全尸好了 如你们所见,此地在昔日藏有一场厮杀 这些幽魂在此飘荡百年之久 可求生人血肉,自是不在话下 等等 诶,那里躲得有人 本座居然全无察觉 按周身上下都是死人气息 你的鼻子哪儿能闻得出来 诶,莫非你 哦,你身上的锁链 你果然是 嘿嘿,血锁人途险于超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阁下 本座不过和这些小子们有些过节要了断 阁下若不想管闲事,便可自行离去 本座绝不灵难 我本是不想管的 只是死人最终入土为安 你再次施斩施魔邪法 惊扰这些弟兄们的安宁 安室有些看不过去 想拼你几刀为这些弟兄出气 听说血锁人途险于超 身负血锁之咒 发作起来杀人全家 乃是家常便饭 汉之所以有今天 还不是拜你们这些邪徒所赐 人血也好,魔血也罢 这血锁链可是生冷不济 既然终生脱不了这复古毒咒 那么专拿你们来血迹也成 即使如此 今日就一并试试你的本事 多谢前辈帮我们解围 此恩此德,不知如何报答 俺可不是帮你们 想必你们也听到了的 按身负血锁链之咒 这血锁链衣食三克 便需吸取鲜血精魂 否则会热如火炭 了解透骨 令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嗯,前辈的事情我也听过一些 但道上相传 都说前辈是身染风病 却不知是这锁链的缘故 就为这鬼锁链 俺数十年来不知造下多少杀念 直至某日 俺在深山中遇上一群妖魔 当时血锁链正是俺痛苦难当 索性就和那群妖魔拼了起来 黛安把他们杀个干净之后 才发现发作不知何时已停息 原来这血锁链可不挑剔 人血磨血 他照单全收 哦 显于前辈在数年前忽然销声匿迹 想是从此以后改弦一辙 专是斩妖除魔之物了 说来惭愧 俺斩杀妖魔全是为了平息这血锁链发作之苦 与昔日杀人之时并没什么良样 不过能不再滥杀无辜 总是一桩好事 原来如此 显于前辈 您今后有何打算 能有什么打算 俺今日不过是重游就地 平调一下以前的弟兄 也没想到会遇上这些事情 想来之后仍是回到山阴野地 不时追猎妖魔以供着锁链 直到哪天这毒咒消解为止 既是如此 显于前辈 以后就和我们同行如何 小姑娘何出此言 不把哪天俺发作起来 第一个就杀了你 如前辈所见 这些妖人已经和我们对上了 来日恶战无数 自是可期 彼等山用赵鬼邪术 想必妖魔是杀之不尽 岂不正和前辈所需 原来如此 俺跟着你们讨伐妖人 你们可以多个帮手 俺也可保将来不缺妖魔可杀 可谓两相得利 小姑娘 你可是这个意思 是啊 前辈一身神力武艺 正是这些妖魔鬼物的克星 若前辈肯凯然相助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小姑娘倒会打算盘 也罢 俺浪迹天涯已久 到哪都是一样的 只要你们不怕 俺这名号惹来麻烦 帮你们杀杀这些兔崽子 倒也无妨 这数十年的杀念 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真是感人的决定哪 乌蒂娜数十年来 死在如中箭之下的原魂 深深哀悼 锁在血锁链里的阿萨 有种出来过招 看来这血锁还真是找对人了 凭着血锁之咒 就像左右俺 是人说吗 哦 无知神威 令如嗜血成瘾 杀劫无间 难道不是左右 还是说 还是说 杀人是血 就是你的本意 俺越是气急 你们越是开心 俺怎能会让你如愿 不 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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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娘 你们累不累 啊 充斥着黄空与世俗的血液 每次都能让无心间不停颤动 来吧 来吧 让无婴血 啊 那个乖叔叔好可怕 多多么鲜嫩的美味啊 那充满生机的赤子之血 甘甜绵润 无意许久未曾尝过了 你们快走 离开这里 哈哈哈哈 如在忍受吗 无在加写力道 还能目睹这赶天动地的人间真情吗 有你还不够再来 vezes 喝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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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的血和人的血 真是各有各的滋味呀 哈哈哈 吃饱喝足的舞 将享受血与泪的梦香 仙禦朝 期待下次再见 难道妖魔惊魃 也会令着血锁链恢复平静 那边还有坏蛋 还有没死的 在何处 在我眼前 爹 娘 我再杀了这个人 咱们一家三口 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你 原来如此 俺说为何你那爹娘呆若目击 半句话都不曾讲 只怪俺当时血锁加深 未曾察觉 但你这一条惊魂啊 为什么你还不死啊 快死啊 我要发动赤裂血震了 你若这么急着发动血震 不妨用你自己的精魄来得快一些 闭嘴 用我的精魂 我还怎么陪着爹和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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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娘 死酒鬼 快把那酒交出来 住手 怎可伤害无辜 见识领命 此酒 名曰百花醉 乃是由百种花酿造而成 微卓有提神醒脑之功 常瘾有辟邪去病之效 我花了大力气才私藏了一下 看你们救了我的份上 便送你们一壶 我要接着喝酒了 人这一处酒馆 正欲进入之时 小伙子 你们嫌自己命大不是 我们只是寻一处 休息饮酒之地 您何出此言 我们是好心提醒你 这酒馆晚上闹鬼 凡是鬼气森森的地方 对人都不好 你们还是掂量掂量吧 前两天又有人听到 白家谷屋里传来怪声 我说这种不干净的房子 早该拆了 现在好了 弄到旁边的酒馆也不安宁 闹鬼 殷少侠 你怎么看 这酒馆的鬼不除 咱们可就没地方喝酒了 咱们行走江湖 这种残害百姓之事 断不能听之任之 我 我告诉你们这些鬼 不说贤姑 自有他人能降服你们 我 我也是略懂奇门之术的 香姑 天灵灵 地灵灵 金刚菩萨快显灵 助我除妖斩身手 博云见日天 下明 这掌柜怎么和神棍似的 怕我是鬼上身了 小心 好烈的鬼里杀气 哎 几位大侠 我 我想起来后院还有些杂物 我就先不奉陪了 不错 这妖邪之力同出一脉 很明显为人所控 不过从气息强度来看 操纵妖邪的鬼道中人 目的并不在此 这酒馆只是偶然受牵连罢了 哼 鬼伏千姬 正是这些符咒在此 不断召唤鬼怪 好 还请风姑娘指点我们 除去这些鬼怪 三处鬼伏千姬便是鬼怪之源 我们需前往三处破坏那些鬼伏 如此便能阻断鬼怪继续出现了 四象八荒 灵隐煞力 化 始作俑者也该现身了吧 哼 你们欺负鬼 你们欺负鬼 为什么大家都欺负鬼 哼 娘亲 你在哪里 我好怕 若不是你搅乱 咱们欺负你作甚 娘亲 你和娘亲走散了吗 我本来要和我的妈妈一起投胎 她不知道怎么的被一个白胡子老头下了咒 困在这里了 树鬼禁咒 我有办法 天叶逐利 风流雨散 解 咦 解开了 我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仙姑保佑 仙姑保佑 方才便听您说仙姑云云 可是住在这附近的奇人异室 是啊 那仙姑专门替人占卜十分灵验 当时也是她告诉我 欺负不及 自有高人相救 这不 你们就来了 擅长占卜 会不会知道吃油脚的下落 那您可否告知仙姑居处何在 怪在 仙姑竟会算到你们有此疑问 你们出城朝西北方走个十来里左右 便可以看到一片茂密的竹林 仙姑的清居就位在那里 尊诈一行有何贵干 打扰了 听说前辈詹属高超 晚辈特来请教前辈 已屋下落 听少侠口气 显示见要紧之物 但不知少侠要找的是什么 说来有点荒谬 晚辈想要找的 是上古邪神 赤油的右脚 赤油右脚这件东西 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说来话长 晚辈身旁这位上官兄是京城武官 奉命护送一件黄标回京 不料在途中被邪徒所结 据那邪徒之言 他所结之物即为赤油右脚 原来如此 此事来由吉兄尚在未定 且让在下行瞻推算一番如何 原来如此 少侠古道热肠及功好意 令人好生钦佩 只是这赤油右脚关系重大 即使因此被卷入无穷风波 说少侠也无所谓吗 晚辈是道外浪子 身边已无可挂怀之时 即便往后将有无穷磨难 如能因此作见善事 晚辈以为那也是值得的 在下相信 少侠是可以托付大事之人 既然如此 今后并肩临阵 就请多关照了 啊 前辈这话怎说 前 前辈 少侠 他们就是从你们手中夺取赤油右脚的妖人吗 敌人早已尾随你们而至 躲在一旁伺机而动 这隐身妖法虽然高明 但还骗不过我不在屋前的法怀 殷公子 我想你还是照顾风姑娘吧 我 我才不需要被人照顾 好像有不速之客到来 来者邪气冲天所怀非善 所以我先带你们一起退入我设的法阵之内 以防万一 我还到这些小子怎得如此没用 原来是有神人助阵 你确实十分聪明激情 只可惜这种法阵 是保不住你们的 这家伙好大的口气 我先去会他一会看看 上官老兄不要妄动 眼前这人并非寻常 这人身上的妖气之强 是我至今所谨见 这人究竟是 阁下既然来意不善 便直说来意无妨 本座今日来此 原也是要向你求教 在取你性命之前 先回答本座的问题如何 既是如此 愿文阁下高问 太古歇神吃油的遗体 被葬于何处 逐鹿之战 皇帝隔杀吃油之后 将他的尸身碎成黄土 散于天下 他的尸身可说已不在世上 也可说随处皆是 你不说就算了 胆敢诓骗本座 这可是万死之罪 黑色的剑气 那是 大家待在原地别动 子风姑娘 你没事吧 殷公子 别妄动 这人能一击打破我的护育法针 他绝非你们所能敌 子风姑娘 眼下你受了伤 我岂能退缩在后 这里就交给我吧 区区小镇 岂能挡得了本座的九阴剑气 若非本座手下留情 他早已被剑气斩成两劫了 前辈的剑气固然厉害 但只要修为过人 就能如此强横凶满 滥伤他人吗 晚辈于此 大事不以为然 不知死活的小子 居然对本座说起叫来了 那你又得如何 晚辈不自量力 想和前辈讨教讨教 天玄门剑法无天无剑 这是哪门子的讨教 小子 你想和本座同归于尽 殷大哥 前辈认得这剑招 天玄门剑法又有什么习奇了 无天无剑或许汉为人知 却也还算不上什么无上绝学 晚辈自认胜不过前辈 但为了获得大家周全 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前辈 请接招吧 住手 本座对天玄门剑法了弱之掌 未必就怕了这招无天无剑 只是可惜了你这条小命 也罢 看在你的份上 今日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成蒙前辈看得起 下次可就没这种好事了 你们好好保重吧 原来紫风姑娘的伤如此严重 显瑜大哥 咱们去附近凯歇竹子做个担架 风姑娘 麻烦你为紫风姑娘包扎伤厨 粗事交给我和显瑜兄做即可 殷贤弟 你待在这里护着两位姑娘吧 显瑜兄 咱们走吧 殷公子 你 你也跟着去吧 怎么了 男女有别 我得得解开紫风姑娘的衣衫才能裹伤 你待在这里有点不妥 原来如此 我这就去 风姑娘 这位殷公子 还真是老实的可以呢 可不是吗 找去三味药材 这些药冷屁得很 常被妖物侵占 故需要去城外除妖寻觅 紫风姑娘但说无妨 冰蝉毒沙 八落血深 冰河鲜石 他们常被冥魁侵占 你们多加留意便是 有冥魁 希望他们身上 有救治紫风姑娘的药 据说有解毒轻瘀之效 冰河鲜石 师父说 此药可提升内蕴灵化 自然是可助紫风姑娘疗伤 八落血深 小师妹曾用此强体状元之材 为我调制恋法要求 此药 应能帮助紫风姑娘恢复气血 小女子的伤已经大好了 几日来有劳各位奔波照顾 实在过意不去 若非那日我们唐突造访 姑娘未必会遭此再见 说来 这还是我们的不是 并非如此 那人是专程来取我性命的 问世只是顺便罢了 她的修为远在我之上 若非殷公子那招无天无剑 小女子绝无可能逃得此命 姑娘一世轻居 欲世无争 那家伙何以非娶姑娘性命不可 想事彼等由莫大阴谋待举 因此先行除去碍事的对头 若我所料不差 看来这人与你们要找的 乃是同一路人 是了 我们被夺走池油双脚 那人问的 则是池油遗体所在 子风姑娘 她们真是想要复活这上古邪神吗 这话还很难说 但彼等所图绝非善举 无论如何 须得赶在她们前面 阻止她们的尖谋才行 否则后果如何 疏难内料 再怎么说 那池油双脚乃天地间第一邪物 既然双脚都已落入那批奸人手中 只怕今后绝无好事 他们复不复活池油都好 我们都得设法将之夺回 这城市在搞什么鬼啊 到处都买不到酒 老子已经三天没喝酒了 再不喝的话 就要活活干死了 这声音是从那商铺中传来的 既然眼下无线索 不妨去看看发生何事 老丈啊 我说过 这几天运酒的行商不知怎的都没来 城里的酒都卖得半滩不剩 就算您愿意出十两银子买一滩酒 我也没货可以卖您呢 搞什么呀 老板 您可知道商队通常的行进路线 最近这附近不太平 只怕他们遇到了危险 不会走太远 一般就去城西的村子 那边泉水甘甜 酿出来的酒又醇又香 城西 几日都没回来 硬是出了什么事 还是去看看为好 又醇又香的酒 等等老子我 十三坊 你们可听明白什么意思 我们 我们是卖酒的 不负责办喜事啊 我懂了 你是要买酒是不是 大王对不住了 遇到个鱼不割的脑袋 只能见血了 原来是你们在此作恶 住手 半路杀出一帮炼家子 好熟悉的情节 不行 还要早点救兵 赶紧 去叫附近的弟兄们搭把手 好嘞 大哥 都听你的 天地 咱们去尽快消灭这些班救兵的人 以免节外生枝 我有句话 还来不及和你说呢 急什么 一会儿安排他去见你 到时候 可别忘了和他说 年轻人还需要多力量 不过几个恶徒 就这般费劲 哦 想了前辈身怀异能 能否指教一二 老头子没什么本事 看得多 喜欢喝两口小酒而已 掌柜的 让我看看你的酒 我这酒啊 香得很 你小心闻一下就醉 你这酒倒是不会让我醉 你这大话 倒是让我醉到酒消云外咯 美酒家酿友 你在哪里 晚辈身边正好带有一壶酒 或可先让老先生润一润喉 有这酒香闻来 这不只是好酒而已 这可是十年以上的 陈年百花醉啊 哎呀 老子有救了 我的头 我的头好痛 姑娘的样子有些奇怪 殷公子 咱们还是先扶她回客栈休息再说 显瑜姐妹 请你去药铺抓几位清新最神的药 咱们回头客栈见 我现在好多了 真对不住 让大家在这里看过我一整天 别在意这个 你没事了就好 我只是把脉下方 没出什么力 倒是殷公子担心得要命 这几个时辰来寸步不离 你要谢的话 就谢他吧 没 没这回事 我只是没地方可去 就索性待在这里 不管怎么样 真是多谢你们了 对了 子风姐姐 你先前帮我把过脉 可又看出我身上有什么病症 像如此忽然头痛欲裂 以前可是从没有过 我也看不出来 你的脉象平稳 不像生了什么病 不过 风姑娘 你的体质有点异于常人 你身上的阴气很重 所谓阳通天华 阴结地相 阴气重的人容易吸引鬼魅王粮 也容易沾染邪气腰迫 风姑娘 我想你这病状 多半和妖气有关 不好了 不好了 城中路上像生出了看不见的墙壁 怎么也穿不过去 显瑜兄说 必定是什么妖法作祟 要找你们一起去看看 竟有此事 听上官兄说这情况 我想 多半是有人在城里 是用地腹禁制 不过此类禁制 会因地脉音响 而散发出大量邪气 很难不引起别人注意 等等 莫非是 子风姑娘 你想到什么了吗 我明白了 难人心思倒巧 利用白日阳气最盛之时 行仪施法 常人便不亦察觉有益 但风姑娘体质 对邪气甚是敏感 那时受到邪气的邪气所激 因此才忽感不适 咱们快去将它找出来 查清楚到底是谁在弄鬼 不然满城百姓尽无声息 这可不是等闲之事 这里似乎有点可疑 下面似乎有条暗道 等等 就是这里 有谁 好像有谁在这左近做法 好中的霉味 不过我倒没想到 这城中真有暗道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家伙 在这里弄鬼 风姑娘 等等 对方并非拥手 大伙还是不要单独行动为宜 咱们也跟上去吧 我还倒是谁会找到这里来 原来又是你们 老夫布下这个三阴明幻阵 本来就不想让任何人活着离开 不过既然让你们查到了这里 当然就先送你们归天了 邪隐诸慎 小女子也曾听过阁下的大名 听说你阴狠狡诈 行事必经深思熟虑 依此看来 你大非周章设下此阵 不会只是为了困住我们吧 这位姑娘果然是明眼人 就告诉你们实情也无妨 老夫先几日便已发现你们来此 恰好主人查到赤油骨骸就在附近 命明皇丹阴前去发掘 老夫料到你们必会前来阻挠 因此节阵将你们困在此地 准备稍后再慢慢料理 赤油骨骸就埋在附近 莫非是幻幽骨 殷大哥 这明幻阵具阻隔之能 我们无法入阵对付那鬼老头 不过他也一样不能对咱们动手 等解决了他召唤出来的妖魔之后 咱们再设法破明幻阵 热闹的 看了老子来得迟了 可惜可惜 咱的今儿竟是遇到熟人 一个是赠旧的小伙子 一个是死老鬼诸身 有趣有趣 不敬老头 怎的你也来了 太虚金仙了老太婆 算到你们要在这里弄鬼 要我前来处理 原来前辈也是仙道中人 真是失敬 好说好说 小子你慷慨赠酒 老子很成你这个情啊 这样吧 诸甚老鬼就交给老子对付 算是还你这赠酒之恩 如何 不成不成 我们已打了半天 前辈您才来捡这县城便宜 这可不公平 小姑娘说话倒挺有趣 那依你说要怎样才公平 老前辈 我们不妨赌个东道 看谁先解决那个老鬼诸身 有意思 这比虾打一对有趣多了 赌注呢 这可简单 如果您赢了 殷大哥赠酒之恩就一笔勾销 如果是我们赢了 那您得要答应替我们做一件事 嗯 做什么事 嗯 这一时三刻还想不出来 等以后想到了再说如何 小姑娘有趣得紧 在好生晚辈中 敢和我不进散人打赌的 你还是第一个 老子跟你们赌了 可恶 竟然拿我当赌注 你们实在把我诸圣给脚扁了 今日就要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给我杀 前辈 这场赌注是我们赢了 不止我们在场诸人 连诸圣都是人状 你可不许抵赖哦 是老夫失算 没想到你们这些小伙子 小妮子如此厉害 既是如此 前辈您赌输的赌注 打算什么时候赴啊 嗯 这个嘛 既然诸圣已退 老子得回去通知老太婆 不然他又要唠叨上半天 说我办事不利 罪该万死云云 不走不行了 老子去也 前辈 等等 唉 果然被他跑掉了 这位前辈修为极高 若能邀他入伙的话 风姑娘 莫非你想以这赌注逼前辈入伙 嗯 正是此意 这位前辈性子随和 和我们这些晚辈不拘礼节 我们却用计献他入局 这可是对前辈大打不敬了 风姑娘 你此举用心虽好 但手段不足取 以后可别再做这种事了 唉 什么嘛 我还不是为了大家好 好了好了 反正前辈人都走了 眼下还是去阻止丹阴要紧 走吧 走吧 嗯 猪老鬼的迷魂术果然有用 照这进度来看 不用到此时就可以完事了 咦 有人来了 这时候不该有人会来这里的 难道是 哇 那是 赤油的铜骨 朱慎布下那三一鸣幻阵 原来是为了要争取民夫来此挖掘 我只到幽幻谷的妖气是自然天成 原来是吃油的骨骸就埋在这里 这倒令人意想不到了 本座还倒是谁 原来又是你们这批小子 哼 连这等大事 你们都敢来捣乱 今日要叫你们来得去不得 又有谁来了 今晚可真是热闹啊 好情的妖气 贫僧远在十里之外 就见到此地妖光冲天 是何方妖孽再次作怪 来来为和尚老兄啊 不过此的打扮好像有点不一样啊 那是来自东海窝国的周游僧 我曾遇到过一两次 他们多半练有一身武艺 有的还精通降魔咒术 是相当厉害的角色 妖孽 近日教你知道我密宗降魔术的厉害 十一智 四荒之魂 晋急于此 名神天破 反名将士 弥念沙加莫提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重的妖气 诸位施主 这妖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呵呵 你们也知道厉害嘛 自诺达提也木森 请 好邪的妖物 看我的 那 那道光华是 方才贫僧见那朱虹精时 内运无方邪气 谁是可畏可不的妖邪法宝 于是自作主张 以我密宗破魔金刚处将之破去 没想到居然一击成功 真巧真巧 本座发觉这归精 本来就是为了释放 困腹其中的赤油魂魄 凑巧被你们不知旧理地打破 难道说 贫僧是帮了道吗 归精既破 死刑可说是以大功告成 今日就暂且先放你们一马 后会有期了 呵呵呵 风姑娘 你怎么了 我没事 只是忽然觉得有点发冷 身子不适就别勉强啊 不知施主以为如何 大师一番美意 在下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敢问大师遵命法号 多谢施主成全 贫松法号真印 今后就请多多指教了 大师客气了 现下风姑娘身体不适 咱们会城内歇息如何 本事该当如此 然而刚才那妖人 虽用盾影之处逃走 想是逃得不远之故 此刻还能察觉 他妖气的去向 如果要追的话 趁现在追应该还来得及 殷大哥 这回若再让他逃走 以后就不知何时 才能再遇上他们 既不可失 咱们快追便是 可是 你的身子 殷大哥 我知道你担心我 我 我心领了 但眼下还是先追敌人要紧 真印大师 这就请您带路 嗯 那妖气不弱 尚未散去 周围跟我来